刚刚听三位的经历,其实都感觉大家都是在国内的从小长大,然后来了美国,要不是就是在美国读书,或者是直接来美国开始工作了。 那其实在这,就是我们今天沟通,其实前提就是语言。 那我其实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就是你们在你们在这个语言的问题解决上,是因为你们三位都好像提到语言上的问题,那有没有就是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语言沟通的问题? 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tips,可以先说一点吗?我们大家说沟通的时候,其实会默认的想到communication 是speak,对吧,就说communicate your ideas across,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听,对吧,我们可以看一下中文,中文目前的这个简体化的中文,它是是左边是个口,是说的, 但是你看一下,繁体词的英文,它的左边是个r,然后右边的下方是个心,用心去听,这个才是communication 的精神,对吧,所以就说在我们当时,在我当时来美国的那段时间,特别是一开始第一年吧,在那个大学里面,我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沟通,对吧,就说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懂,我说什么别人可能也听不懂,然后这个可能经历的差不多有,至少一年或者两年做的这样一个时间的样子。 所以,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的就是说,一开始你讲实话可以去听,仔细听听,听别人到底想要讲实,这个里面可能是在职场里面,其实是更重要的也在communication 里面,你要了解别人想说什么,你才能把你的message getting across,所以这是我讲的问题了。 这个就不用了,我就说点practical了,我就,我上课,还有就是跟 friends 聊天,我比较喜欢跟大家聊天,还有一些我最近 podcast,我是非常有态度能做这件事情的,因为可能我进入职场之后,我可能两三年的之间呢,就开始带了很多人,然后很多人也蛮大的,发现就完全不够用了,不管是说话, 这些东西都不够用了,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hyper scale 的过程中,把我的能力提高上来,而且迅速提高上来,那我就目前就不够提高了。 这些上了什么可能吗? 像我有上,比如说这个 second language,有做过 accent correction,有做过就是说这个 public speaking,怎么样去和主管思义康备,这些事情。 我一直是从我开始工作到我现在这时间期间,我每年都有career,exact coach,以前好像是career coach,那是exact coach,那是这个coaching,就一直去帮我去 sustain这个我的career的hyper growth,没有什么特别毫不见谜的,我觉得就是。 所以我觉得就是花钱投资自己这件事情,其实很重要的。相当于节省了自己的时间。对,我觉得。 我觉得,我觉得花钱在education 上面,可能尤其是很多人进入职场之后,他就开始停止对自己的学习的这个。 我觉得这是完全错误了。 这个大家一定要搬回来,因为只看单本的话,每年我可能我到现在我也会签,我年轻的时候更年轻,我现在也比较年轻。 我更小的一点,我小的时候就说,我可能会投资一年2000到5000,差不多。 那现在我可能投资2万到3万这样的一年来的投入。 但是你要想,如果Irish,你可以一年半被promote,那你的sarery可能增长的话呢,是20%、50%的增长。 那这个东西,和你配的那些小小钱,基本上是可以付的。 说的非常棒。 那David,你刚刚说的这个,我特别感觉,直接从国内就到了,国外就开始做了。 能不能让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沟通是怎么样的。 对,呃,我觉得我高中在职业早期的话,就是挑战你呢。 嗯,挑战那是跟刚刚的分享类似,就是很多很多听懂。 但是,呃,有一点可能比较好。 因为在技术上做的东西,后面还是有机会就比较重要。 后面有机会可以去,去多了解这些事情。 所以呃,当时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,呃,多读扣。 然后,呃,多多多问。 然后,多多多去查出来了。 那这个其实慢慢的,呃,到后面有的context以后,那当中可能有些词。 但在技术上没有什么。 那我说话说,我说今天可能跟美国聊天,我觉得还是挺恰当的。 啊,呃,就是主要是,呃,很比较偏差。 那在在技术外面的发起的话,还是讲的。 那么,呃,到后面呢,呃,我觉得中国人很多会有一个就是一个轻强。 就是喜欢多多事儿。 然后话可能说的少一些。 嗯,呃,我自己身上发生过很多次。 到今天也是,就是说很多时候会有一种,呃,觉得没有自信。 然后不敢去说。呃,所以在这个过程中,呃,我自己积累最重要一点。 我尝试。就不要因为自己害怕,然后就说不好,然后就不要说。 多去尝试。 很多时候,呃,可能别人的那个threshold,或者别人的,别人threshold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低一些。 就你觉得你比较说到perfect。 嗯,其实说错一些,或者,呃,这个这个这个自己说过程中想一下,都没有什么问题。 嗯,所以多practice,啊,这个这个是。 嗯,知道了。 OK,所以就是沟通说不要怕犯错,其实说错了也没事。 要多说。 嗯,好。 嗯,好不,好。 。 好。